OK囉 歡迎大家收聽時尚 感嗎呢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Karen 今天呢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到了 家喻戶曉的台灣之光 唐鳳委員 唐委員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Good local time everyone 我要先自首一下唐委員 因為大家都說你是天才對不對 那我要先跟你說 因為呢我是一個剛生產完的女子 我還在產假當中 所以我覺得我的腦力跟一些功力 其實還沒有恢復 所以如果你覺得我很笨的話 你不要理我沒有關係 我先這樣跟你講一下 其實要睡眠充足的話 這個跟生產的關係不大 可是現在就是睡眠無法充足啊 那盡可能就加起來 還是就是多少睡一點 我盡量我盡量 我希望我的婴兒可以懂我 真的 好 先跟唐委員聊一下喔 因為唐委員的專業是在IT這一塊嘛 那為什麼最近會開始 陸陸續續接收一些 各大時尚媒體的一些專訪跟拍攝呢 應該是在Twitter上面有一個叫做江凱維的攝影師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他就在Twitter上面許願說 喔 好想要拍唐鳳 那我就想說 你就讓他願望成真 對 就是因為我就是一個素材庫嘛 只要他願意說把它變成素材 讓其他人來使用的話 那我都非常願意啊 所以如果我們跟你許願 也是有可能成真的是不是 對啊 當然 當然 好比像說我們現在其實雖然是錄Podcast 但是其實有一個側拍是錄影啊 是 所以你也是同意說 欸 拋棄掉這個著作財產券啊等等 拋棄了 讓我任何人來使用 所以說不定哪一天你也被做成耿圖了喔 我也希望欸 這樣子我可以不要上班 我就可以用耿圖來賺錢是不是 這叫VTuber OK OK 非常好 那參與了這一些的 這些時尚媒體的一些拍攝之後 你的感想是什麼 你覺得好玩嗎 我覺得不錯欸 因為每一個攝影師 他都一定會想要用一個新的角度來詮釋 絕對不會想要跟前面的一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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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看到了各種各樣子的糖封 包括拍成一顆番茄的 一顆鳳梨的都要啊 那像他們幫你做這些造型的時候 你會不會抗拒 或者是你有特別喜歡 或是特別不喜歡 還是你覺得沒關係 你就都讓他們做 你就都試試看 對啊 因為像我以前 就是跟蘋果一起做Siri 這個專案的時候 我們是要用各國的語言 去表達一樣的東西嘛 對 所以同樣的一個講法 那在每一個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說明等等 那這些說明的方式 其實對我來講 都是我們叫Corpus 就是語料 語言的材料 所以同樣的就是 這些時尚的設計 對我來講也就好像 這個靈感的材料一樣 我是帶著一種欣賞的態度 因為其實我們有跟這一些 跟你合作過的 這些團隊的朋友們聊過 他們都跟我們講說 你在拍攝的時候都很自在 那你怎麼樣可以讓自己 面對不同的風格的時候 都感到很自在呢 因為對我來講 其實它雖然標題叫糖封 可是創作者並不是糖封 就好像說蒙娜麗莎 她不是畫那幅畫的人嘛 所以對我來講 標題叫做糖封 跟我沒有什麼關係 我其實有點像是一個 觀賞藝術家的 創作過程那樣的感覺 OK OK 那麼對你來說 你覺得什麼是風格 因為我之前曾經有看過一篇 關於你的報導 譬如說 你以前好像很喜歡穿黑白灰 還是我不曉得是不是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啊 可是你今天穿的這件衣服 是不是有一個台灣設計師的 對 唐紫千的衣服 哦 是的哦 你看我就看出來了 那你為什麼現在會開始 open my 穿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的風格的衣服 是因為開始接觸了這些市場拍攝嗎 對 因為江泰維那個團隊 就是他們帶了周宇寅的衣服來 哦 那周宇寅那個衣服是西山行旅圖 是他跟故宮合作的作品 對 那當時其實我們也一直有在跟故宮合作 好比想說故宮新的這個訂票系統啊等等 所以我就發現說 哎 故宮的這一些概念 其實他放在身上 哎 其實很成立 非常非常的成立 嗯 那因為剛好西山行旅圖的那個顏色 就是聯合共同序發展目標裡面 第17項就是夥伴關係 您剛剛講到數位的這個顏色 嗯 所以這個時候我穿起來也是非常的適合 因為他可以解釋我正在做的工作嘛 所以後來就是大概第16項17項目標 就是開放政府跟數位創新 那我也都會穿這兩個顏色 哦 OK OK 所以現在等於說你接受服裝的那個顏色 跟他的設計的廣度越來越多了對不對 其實就多兩個顏色 就這個就是比較 藍色 對 灰藍色的感覺 然後跟這個就比較淺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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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 你是怎麼樣探索出自己所謂的唐鳳風格的呢 其實我並沒有特別覺得說有我自己的風格 我是把我自己當作素材 所以好比像說像客委會 不是有弄一個梗圖說什麼 唐鳳過台灣沒有半點錢 腦波耕田什麼 他們沒有問過我 所以 但是後來這個就變成 所謂唐鳳風 style的一部分嘛 腦波耕田啊 增幅啊什麼 後來經濟部就拿這個去用 變成我在天空用腦波遙控大家要記得去 就是弄三杯犬 對 但是他們也沒有問過我 對 那所以 好啦 最近他們把我弄成機器貓也問過我 但是就是說 在各種的這種創意發想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拋棄豬油才安全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會被弄成怎麼樣 所以他們沒有問你你不會生氣哦 當然不會啊 因為是一個欣賞的態度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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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你是一個在意外表的人嗎 應該還好吧 對啊 反正不梳頭我們都可以上了對不對 但我為了你我覺得你要去洗頭啦 是這樣啊 是 為什麼Podcast跟洗頭有關係啊 呃 就是想說至少不要讓你看到我 就是有有搭 你知道孕婦 就是生產孕婦是不能洗頭的 你知道嗎 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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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自己的所謂的偶像嗎 風格偶像 或者是在時尚圈你有認識怎麼樣的人 是你覺得那是你的偶像 沒有耶 其實呃 對我自己來講穿搭 我現在是 應該已經連續20天哦 都是穿同樣的一套 這個穿搭 那主要就是不用想這件事情 它很方便這樣 那再加上說 欸 其實這件事那個咖啡沙嘛 所以它只要掛起來也不用洗 它就會自動清潔 所以其實也是蠻好的一個機能布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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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你還沒有接受這些時尚媒體的專訪 跟拍攝之前 你對時尚雜誌的想像是什麼 以及你現在跟大家合作之後 你有什麼不一樣的改觀嗎 欸 其實呃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平常不看紙本雜誌的嘛 就是幾乎也紙本書 都不太看了 雖然你看這邊書櫃上好像有很多書 不過它就是跟這些花瓶啊 或者是這個柏林熊啊 什麼是類似的狀況就有人送了 我就把它擺出來 表示說這個我了解到它的心意 但是我絕大部分的閱讀 都是在就是數位媒體上面 所以其實平常就真的很少 去看紙本的包含雜誌在裡面 那如果像上時尚 因為現在他們也做很多譬如說 .com的部分 或是時尚雜誌自己他們的IG 或是Facebook 你會去看這些東西嗎 它有的時候就是 就是剛好有朋友分享啊 等等的時候會看到了 但是不會特別專門的去看 ok ok 那你覺得像現在的這些時尚媒體 缺乏什麼 因為其實最早其實時尚媒體 大家都比較多是在乎紙本嘛 因為很多拍攝的東西 希望有紙本呈現出來的那個畫質 會比較好 可是因為現在就像唐鳳委員講的 很多大家都是用手機 或者是用一些比較科技的方式 去接觸這些新的資訊 所以你覺得 時尚媒體在接下來的發展這件事情上 跟科技或是IT這件事情 可以有怎麼樣的不同的關聯 不過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是追求那個影像的品質的話 那當然是包含像攝影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感光元件 它細緻到可以比底片好 那也沒有多久的事情 是比較最近的事情 那當然現在因為智慧型手機普及 而且是以感光元件作為主要的賣點嘛 所以真的現在大家都可以拿手機拍一個電影 可是不能拿手機錄Podcast 因為收音元件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好的收音元件還是比較貴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任何人都可以是創作者的時候 當然傳統的媒體的角色 就會開始產生一個改變 因為在以前媒體是一個守門人嘛 因為只有少數的人 有付得起這麼高昂的成本 來製作這樣子的媒體 但是當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自媒體的時候 那所謂的媒體的角色就會變成是 那你想不想得出一些讓別人能夠混搭的梗 能不能開始一個hashtag 就是一個主題標籤 能不能夠發起一個運動等等 它變成一個比較靈活的 橫向的一個組織者的角色 而不是只是縱向的傳播者的角色 那如果說可以有機會 讓你去編輯一本時尚媒體的話 你會怎麼做 或者是以現在已經有的這些 時尚雜誌裡頭有的元素之外 你還會想再加進什麼樣不同的東西嗎 對 其實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們crowdsourcing 就是從大家每一個人的想法裡面 凝聚成一個共同的創作 一直是我的興趣 那像最近那個金曼銀展 羅盛軍又來找我問說 我們有一個短片 是能夠紀念這個疫情 紀念今年嗎 我就把我第一次試著那個乾蒸口罩 的那個畫面 就是口罩從電鍋剛拿出來 那幾秒鐘 就是貢獻出來 變成它的素材 對 它一個素材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如果能夠想到一個 把每一個人對於時尚的看法 它可以拼接成一個 好像大家都可以共用的素材庫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類似 國家記憶庫 就是文化部最近才上線那個 用CC授權 然後其他授權 任何人都會把自己 關於時代的記憶分享出來 那這樣的話 時尚它可以變成一個 全年齡層的事情 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過去的時尚 其實並不是因為它年紀比較大 所以就不時尚 不時尚 對 而是說 你可能不太了解當時的社會的脈絡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虛擬的數位的方式 重建一個數位的脈絡的話 那我覺得更多跨世代的對話 就可以發生 對 而因為其實很多人 你說實際上是一個circle 很多以前流行過的東西 也許過了好幾年 所以它又會再流行回來 所以其實剛剛唐鳳委員講到的 我覺得是其實很可行的一件事情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 因為很多東西 都會跟數位扯上關係 那很多紙本的產業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出版商 其實默默的慢慢的就蕭條掉 或是就沒有辦法再繼續生存下去 那你會覺得說 如果照這樣子的狀況繼續走下去 紙本還需要繼續存在 或是應該存在嗎 還是我們就數位就好了 不過紙本跟數位 我想並不是互相衝突的嘛 其實電子值的科技 也已經有一陣子了 那主要的兩個問題 只是說第一個它比較難捲起來 那第二個是說 你在上面就是寫筆記啊等等的時候 它螢幕的刷新的那個速度沒有那麼快 但如果這兩個技術問題解決 你完全可以想像說 你就是有一本雜誌 但你按一個鍵之後 它就更新到這個月的雜誌 也就是說它還是感覺上是紙本的 你還是可以用筆來做筆記 只是說你做筆記的時候 它不是只是你個人的筆記 它可以瞬間就把它分享出來這樣 那你會認為說出版業是所謂 夕陽產業的一種嗎 我是覺得說我想像以前 computer這個字講的是做計算的人 那以前printer這個字講的是排字的人 對所以就是說有一些工作 那當年是人工作的 但我們現在講printer講computer 當然講的就已經不是人了 Editor好像還是在講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雖然computer跟printer現在是這些了 但是不表示沒有人做資料科學運算的工作 不表示上就是薪水都很高 那或者是說沒有人做就是我們平面設計 或者是平面排版的工作 只是說這個工作它現在因為匯流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跑到各種各樣不同的媒體 變成剛剛講到Vtuber等等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重新運用這樣子一個素材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在出版行業裡面 很多的工作可能是可以有機器來自動化 但那就表示說我們可以多一些時間 跟彼此相處或者是說比較多一些時間去問說 那讀者想要參與怎麼樣的共同創造 我們有看到很多像定期定額的那種群眾募資 其實它賣的就是一個參與權嘛 你每天都可以免費的看到網路上的漫畫 但你每個月付一款錢的話 可以提早一天看到 那多付一些錢的話 你就可以參加直播啊 然後甚至變成裡面的角色等等 參與度比較高這樣子 也比較有尊榮感的感覺 對 那你覺得說像現在的疫情的影響之下 接下來的一些數位趨勢是 是怎麼樣發展呢 應該會更蓬勃吧 因為畢竟大家也出不了國 然後很多一定要離開家裡 或是離開台灣才能夠做的事情 沒有辦法做 所以這個數位趨勢 你覺得以後會不會更不一樣 對 我們在這次疫情其實可以看到一點 就是說大家對於視訊的接受度 忽然變得非常高 因為很多的資深的這個領導人們 他們不喜歡視訊 並不是因為他們所謂跟不上時代 而且他們年輕的時候有用過視訊 那個時候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感光元件也好 頻觀也好等等 其實都沒有辦法跟著 所以以至於說就是他的那個視訊的感覺 是見面三分請的話 視訊只剩一分請 甚至如果聲音收音不好 可能還會抽格的話 倒扣一分請都有 所以他的腦裡對於視訊 就已經形成一個 就不舒服的這種感覺 抗拒 那這次就像你說的沒有選擇 就是你要開會 你真的就是得用視訊 只能這樣 那就發現說現在視訊 非常容易 用一個手機就可以 甚至瀏覽器打開一個連結就可以 而且看起來呢 看得非常清楚 絕對比彼此見面戴著口罩 戴得清楚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他們在腦裡的快取就更新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是說 特別是關於大家共同在場 但是透過數位的方式這件事情 在這次疫情上面 真的是大幅的增進了 而且我覺得很多 就像剛才我們講到的 以前大家會抗拒 因為覺得不需要 因為反正我就可以面對面 但是現在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你只能選擇這條路 不然你根本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而且以現在這樣的狀況 如果是面對面 你可能還戴口罩 你還看不清楚別人長什麼樣子 但如果是視訊 你就可以就是完全呈現 你的臉上的一些表情 給對方看這樣 確實這樣 國際參與也是如此啊 對啊 以前在一些大型多邊會議的時候 還有分什麼會員的席位啊 觀察員的席位啊 民間社群的席位啊 那現在在線上每個人都是一個長方形 16比9 沒有什麼席位的 大家都是同 都是equal的 是的 那譬如說像 因為也是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啊 所以其實很多以前 我們通常都會有 譬如說四大時裝週嘛 我們都會帶媒體帶藝人 去這些時裝週看實際的一個秀 那是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很多實際的秀 是沒有辦法去舉行的 那很多的品牌就變成是那種 線上的的時裝秀這樣子 那你覺得像數位這件事情 接下來會怎麼樣 更影響到這個時裝的產業啊 就你的看法 其實剛剛講到那個Vtuber啊 其實跟時裝也有一點關係 因為現在的技術已經是變成是說 你可以讓那件衣服本身變成 好像一個虛擬人物一樣 甚至可以走秀 但是不需要模特兒 就是一個衣服 一套衣服在那邊走秀 對的那種技術 那所以同樣的 就是我如果是 對這套衣服感興趣的 我只要很快的 把自己的就是 AVATAR建模之後 那我就可以看到我穿那套衣服的樣子 而不是模特兒穿這套衣服的樣子 所以我當然就是在數位的狀況之下 我們需要目前還是相當好的設備 才能夠去進行這樣的運算 那它運算出來的結果 任何人用手機都可以360度的看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比較有彈性的一個做法 嗯 那之前唐方委員有參加過任何一場秀 有現場實際看過嗎 嗯有啊 就是之前有去過那個台北西裝州嘛 嗯嗯嗯嗯 然後在應該是去 嗯 紐約的時候也有參加過一次 OK那你覺得在現場看的臨場感怎麼樣 就我覺得還好而已 因為就在比較遠的地方 所以看的比較不清楚 其實數位的特色就是每個人都是第一排嘛 就是任何人都是攝影機放的那個位置 那像現在這個攝影機離我們真的是蠻近的 但是如果是我們是一場表演的話 我想第一排的觀眾一定不可能說到怎麼近 確實是這樣 因為其實對我們自己在這個食尚產業很久的人來說 其實一直在進步的這個數位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內心也有一些掙扎 譬如說以前剛開始我們在媒體去看秀 他們真的只要很認真的看完那場秀 回去可能就在寫稿 在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場秀上看到的一些精髓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都為了要搶第一個發布 獨家的第一手消息一些數位的元素出去 所以他們等於說在現場 全部都要拿著手機拍秀 反而沒有辦法好好的欣賞我們就是 一整年為了呈現的這個表演給大家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自己這個產業的人 其實心裡是多少有一點抗拒的 確實是如此啊 因為其實每個媒體 他本來就會想要有這個時效性 那後來我們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那就是大家都沒有獨家嘛 就是每一個採訪 我們反正像現在日本 已經寫了三本關於我的書嘛 接下來還有三本在排隊 那每一本寫的過程裡面 甚至就是記者採訪完的當天 我們就把它貼到YouTuber上 那在這個YouTube上面大家都會看到 看到的時候就在底下留言嘛 那這個其實這個採訪的人自己會看 所以他就變成要跟群眾共同創作這樣的感覺 那再下一本的話他也不會問重複的問題 因為他一定是前面的人沒有寫過的角度 他已經都看完前面的竹子稿YouTube之後 他試著來寫新的角度 所以這樣媒體就不是好像零和的競爭 我先你一秒鐘我晚你一秒鐘的關係 而且大家就是把這樣子一個角度 彼此在彼此的建築上面 然後繼續往上蓋這樣 那在你還沒有接觸我們這些時尚產業的人 或是時尚產業這些事情之前 你會不會覺得我們是一群就是很疑話的人 沒有耶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其實很多不同其他產業的人都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每天就是打扮人漂漂亮亮 然後就是去看秀啊然後就是眼光很高 因為我們都是看到最新最好 可能最厲害的一些最好的design這樣子 所以在你還沒有接觸我們之前 你不會覺得我們是一群很難溝通 或是很難了解的一群人嗎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就是說我剛剛說這件衣服的設計者叫唐宗謙 他就是我堂弟啊 然後他當時會去巴黎念這個也是我推薦他去巴黎 所以就是我之前去巴黎的時候也有見過 就是他的學習的地方等等 所以第一個是說當然他是很有他自己的好像叫態度嘛 那但是二方面也是說其實我就透過他的這個學習過程 我也看到說這個其實是就是好像idea was spreading 就是TED的那個口號嘛 值得流傳的概念 他讓值得流傳的概念有一個具體的載體 所以現在我在國際上視訊的時候也常常說 你看你透過螢幕看得到我這件衣服 我就開始說這件衣服其實是多少杯喝完的咖啡的咖啡 加上多少個回收的寶特瓶 做成的upcycling的一個循環經濟 大家本來以為說每次回收再生都是品質稍微差一點 但是其實時尚才能讓我們看到說 並沒有 並沒有事實上是你每次回收再生他品質又好一點 變得更高端這樣子 對就是upcycling 那這個其實是目前很多時尚設計師正在投入的一個題目 那其他好比像說像原住民族啊 或更多的這種文化的交融啊等等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值得流傳的概念 那讓這些流傳的概念有一個載體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工作 對啊因為其實很多人覺得時尚是一個 比較浪費的一個一個產業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設計師都會希望能夠做一些永續的環保的東西出來 希望這些東西不是只是讓人美麗 而是可以讓這個環境可以更好這樣子 確實是這樣 對那如果說以後如果有機會 譬如說媒體或是品牌想要找唐委員做聯名的合作 你會想要做這樣的試試看嗎 其實事實上我覺得我的是素材庫 所以我已經拋棄掉著作財產權 所以好比像說有一陣子你到應該是加樂福吧 會看到說那個黑鮮米啊那個產品 然後就有一個唐鳳的等身大人形立牌 也沒告訴你嗎 在那邊 他有通知我一聲 但是他通知我的時候已經放在那邊了 OK 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是很free的 你不用問過我 那其實你就可以讓我幫你站台 那但是大家因為都知道說任何人都可以用 所以你看到我的時候也不表示我真的就幫你站台的意思 那如果說今天真的有品牌想要就是 以站台的方式找唐委員做 你也是願意的 就是可能要看這個商品本身 是不是有什麼不一樣的一些切角或者是角度 通常就是說你要扣合我們的允許發展目標 剛剛講的聯合國17項 那我們有一個社會創新平台 如果在那個上面登陸的話 那確實我是會願意參加你的一些活動 而且因為其實像現在台灣蠻多設計師都慢慢的出頭天 因為其實台灣設計師已經 這個圈子已經經營很久了 然後這幾年又越來越多的台灣設計師出來 而且其實我覺得政府也投資很多的資金跟心力 在幫助這些興瑞設計師 所以其實如果能夠有機會 可以再跟他們有多一些的合作 唐委員這邊也是OK的 當然是非常願意 因為其實我在就是網路上面 也都說我之前的工作叫做Social Interaction Design 就是社會互動的設計師 那同樣也是透過設計思考的這個方法 我想設計在講的 不只是我們關於一個產品的 或者是一個包裝的 或一個空間或視覺的設計 它也包含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體驗 甚至有所謂的這個Strategy Design等等 那這些其實也是 就是我們在從時尚這個角度來看 它都是值得分享的概念 只要是值得分享的概念 就是好概念 就有時尚可以一起來做的事情 對對對 好的 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唐委員 分享這些東西給我們 讓我們用一些不同的角度跟方向 去更了解唐鳳的一些想法這樣子 那我們去希望我們這些讀者 能夠藉由這樣子的一個訪談 可以更了解我們唐鳳委員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聽 謝謝 謝謝方委員 謝謝Live Long Prosper 好快喔